砌問題,其實英文砌問題最少,有兩個方法 其實有三個,1,2,3 最簡單的方法當然是做個question mark,第一個方法就是這樣的 Do you love me? Am I handsome? Should I go to bed? 為什麼要這樣擺位? 因為我在用另類動詞,另類動詞要do dusty 因為這是形容詞,我講過要跟be,就是第一類動詞 第一類動詞向前退,另一類,第二類 第三類should,因為在用should,所以should向前退 第一個方法要注意的地方,你只要判斷動詞分邊三類 第一類退位,第三類退位,只有第二類不是退位的 所以你動詞必須要掌握分三類,第一類是b,第二類不是b,第三類是modal virtual must 而第二類去做否定或拼問題都會用到do dusty simple present或simple past的話,這個是方法一 拼問題是方法一,A plan 我不喜歡用A plan,我不會吃B plan B餐 B餐,就這樣問的 你愛我,是不是? 你愛我,是 這類人的 這類人的 我不喜歡用A餐文 我可以用B餐文 B餐文 一句,一句,一句,一句 先講Statement 再加Tag 怎麼玩呢? 第二類動詞 否定,再縮它 再加上Subject 第二類動詞 否定它 再加上Subject 第一類動詞 否定,縮它,再加上Subject 第三類動詞 否定,縮它,再加上Subject 這句是要Subject 我要做的,直接寫一句 Comma,跟著按這個規矩 那B餐和A餐有沒有分別? 有,A餐問你喜不喜歡我 可以是喜歡,可以不喜歡 而這個B餐我們叫Question Tag 用Question Tag 其實本身,你愛我 是不是 我Expect的答案是什麼 我Expect的答案是 你愛我 用B餐的時候 我們心裏面的答案是 希望它答前面這一發 聰明的你問 那前面是否一定要positive 後面否定呢? 當然 不是 她不懶的,是吧? Mary 不懶的,是吧? Mary不懶 是不是 這裡否定 我就再反過來 所以這個Tag 做一個Statement的時候 首先想了你預設的答案 跟著判斷三個動詞 判斷它,否定 搞定吃那麵 你不喜歡吃B餐 她吃C餐 C餐問問題 就是這樣問的 我想知道 你愛不愛我 我想知道 你有多愛我? 我想知道 你幾時愛我? 你幾時愛我 你幾時愛我 我想知道 你幾時愛我 是否 只限於yes no question 而你敲的時候 一定是有些字 多兩顆字 只限於yes no question 好,重點在哪 重點在哪 重點是 這裡有問號 這裡有問號 這裡是不需要問號 而不需要問號 我們這個格式叫什麽? 不要理會它的格式 總之我想知道 yes no question if 對方 你會否選擇 退出 subject 敲完之後 加了兩塊東西 立刻出 subject 而when 立刻出 subject 而用B餐的時候 你很多時候會犯錯 留意後面這堆東西 後面 通常都不應該見到 Do Dusty 因為Do Dusty 只限於A餐和B餐 由於你第一天接觸 第一天接觸三個餐去問問題 所以你不需要明白王Sir的說法 總之問問題有三個餐 A餐,B餐和C餐 通通這三個餐 我抄下來 然後建立自己的餐 問題就這麽簡單 判斷動詞 三類動詞都搞不定 你砌問題就很麻煩 所以要重溫動詞 加油